大家都不相信你 只有八十公斤 我们要证明给大家看 身材有点原论 桃园市长郑文灿 不到八十公斤体重之谜 本人亲自上证实测 我健身应该有点成果了 站上体重期前 郑文灿还一点游戏 阿维俑 阿维俑 实测体重出炉 七十九点八公斤 果真不到八十公斤 郑文灿连上喜悦藏不住 还要加码再两一次 影片曝光之后 调出不少党内人士 立委俊宁鹏留言说 市长豁出去 庄敬诚也问 这台体重机哪里有卖 交通部长林佳龙也问 阿灿有没有归零啊 陈博会更说吓到吃手熟 而同样身材原论的蔡逸宇 本来自信满满说 自己打死不相信 最后答案揭晓 还自拍影片 以土下做方式来道歉 郑文灿的体重知名 引发一点万人按赞 还成了热门讨论话题 应该不是八十公斤 他的人很可笑 可能调题说八十 让大家感觉出味出味了 十九点八公斤了 确实让人家很惊讶 这个郑文灿市长 应该做一点重训 让自己的肌肉结实一点 有衣食解密 关键就在体脂比率 建议市长应该要多练重训 增肌减脂 视觉上看起来更显瘦 还调出这文灿本人回应 说自己会继续加油 不到八十公斤的体重知名 意外引发讨论 三人续问判究 马云魂台北报道